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庆祝活动还包括花车游行 灯光秀以及烟火 印度英历第八个月第十五天的排灯节 遵从史诗罗摩也纳的典故 家家户户张灯节彩 装油点灯 象征光明驱走黑暗 良善战胜邪恶 排灯节也是亲友间相聚送礼的日子 许多民众借此上街采购 还在前夕燃放爆竹庆祝 释放因为防疫而被压抑的宗教热情 不过大量的爆竹和油灯 让印度的空污问题更加严重 印度首都新德里一片白雾茫茫 空气品质直接被标记为危险 就算当局祭出在排灯节期间燃放爆竹 将面临六个月刑期与2000卢比 大约新台币78元的罚款 还是有不少民众无视禁令燃放爆竹 再加上低风速 爆竹中的污染物停留在低层大气 导致空气中的PM2.5浓度大为提高 对民众肺部造成一系列的疾病 华视新闻读一毛读告陈树珊报导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